非常感谢陶海星老师的精彩演讲 现场有听众评价说 陶海星老师全是经典展现创新 讲出了书法艺术的精髓 艺术和技术的融合 以及文化和市场的关联 谢谢陶老师 接下来呢 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 他说 刚才陶老师谈到了书法艺术的创新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创新呢 我们听听陶老师 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说到所谓创新的话呢 我想讲我这么一个个人体会呢 我特别不同意 就是这些年来 在艺术领域 很多这个 包括很多名家 包括我们有时候政府 或者文化部 甚至一些机构 鼓励大家都去创新 我是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我觉得不是创新 而是虚心学习 你一遍一遍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什么新的顿物出现了 主导思想不是创新 主导思想必须是老老学习 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呢 我就说我有三个方面呢 我是觉得受益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从小在这个 写书法的过程中呢 我呢 一直在画画 所以我对绘画和书法 这种结合问题呢 好像有一定的敏感 或者有一定的追求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一直 我受这个谁的启发 丁少皇帝 丁先生跟我谈的比较多 丁先生说 他到 他详细分析了 这个 为什么好多画家到了洛杉矶来 有用武之地 他说美国的这个色彩太好了 原来在中国学画 特别中央美院的老的教学体系 是俄罗斯画派 用丁先生的话说 俄罗斯的人就没见过个色彩啊 所以都是灰调子 然后丁先生说 他在云南待了以后呢 他一开始也是单色调水墨 他到了美国来以后 突然发现美国人对色彩特别喜欢 他就在色彩上有了明显的追求了 那么这个对我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我就觉得我们书法就是白纸黑字 确实我们水平很高 这个古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很经典 但是可能你要走向世界的话 他一看就觉得对他没有吸引力 特别是年轻人就没有吸引力 那你再好的东西就是受众太少 所以我那个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江山如画 是我尝试把色彩引进来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好像画完写完以后 好多年轻朋友眼睛一亮 那个江山如画 这个他又是个长形的 把江山两个字结下来 把江山两个字结下来以后呢 在这个印的T恤衫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我那个T恤衫上印江山二字的那个网站上 他也是作为一种版权合作 那个T恤衫卖的很好 就是年轻人他喜欢色彩 那么这是我回答家凡的问题 然后再呢 从书法的这个字体上讲呢 我因为我个性呢 我比较喜欢豪放和那种 这种中厚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这种 看起来比较巧和比较美 我喜欢那种笨笨的东西 所以我很多东西的出发 就是颜真卿的颜真卿的颜体 因为颜体呢 我到现在为止大概 我领了领秦礼碑 已经早都超过一千遍了 秦礼碑是领的很多的 他慢慢慢慢就一下 进入我很多的写字的这个 笔法里头去了 大概就是这样 好像就是说没有打算创新 反而能创新 这我大概说的 你如果老想着创新的话呢 就陷到这个创新里头去了 另外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是学高分子化学的 所以我很果断的就把画 我的字搬到油画布上去了 因为包括它那种水印的效果等等 因为我是学化学的 我自己研制了些涂料 我把它涂到画布上去 它就或者是有水墨效果呢 或者它就比较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 想象中心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那边 我还有一点水墨效果呢 就是什么